嗨 大家好 我是Elene 欢迎来到本期的美洲360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先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Proton Isola官网正式下载 结束15年贩售生涯 未来将交棒代号为MV11的MPV接任 随着Proton Isola在去年停产 近日宝藤也已经从官网 去除了这款车的页面 代表着这款发布于2009年 大马首款自主开发的MPV 正式结束长达15年的贩售生涯 而目前有消息指代号 MV11的全新MPV将代替它所留下的市场空缺 新车可能定位在B或者是C segment 那目前宝藤旗下仅剩下S90 一款7人座车型可选 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宝藤MPV的话 也不必灰心 因为根据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的消息 原厂早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 Isola Replacement的开发计划 这款新车的开发代号叫做MV11 和之前传闻的贴牌 吉利佳季VF11并不一样 因此它会是两款不同的车 不过因为这款车是Isola的代替车型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这款车的车身尺码 会介于B segment以及C segment之间 因此MV11和S90并不会有市场和价格上的冲突 另外在引擎部分就没有太大的惊喜 这款车大概率会采用目前Proton生长的1.5升波轮增压引擎 分别是1.5升MPI Turbo和1.5升TGDI 匹配七速师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同时作为宝藤新一代的车款 Level 2半自动驾驶辅助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安全性是很多MPV买家所在乎的 加上目前对手都有提供 因此宝藤如果不提供的话 或许就很难和它竞争了 最后因为在2024年 Proton主要的工作是为现有的车型推出升级版 也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S70 MC2及S50 MC 因此预计MV11这款车大概率会落在2025年才登场 第二则新闻Cherry T-GO 7 Pro本地开放兴趣注册 新车定位5人座C-Segment SUV 预计售价马币14万起 续早前Cherry T-GO 7 Pro传出消息将会引进我国后近日 原厂就在本地开放这款车的兴趣注册 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抢先获得最新的消息 它其实是T-GO 8 Pro的兄弟车型 只不过它的定位略低 并且提供5座集搭载1.6升波轮引擎 那这款车依然是属于C-Segment SUV的范畴 它在本地的对手包括了Proton S70 Mazda CS5 Honda CR-V Missan S2 以及Pugio 3008等等 而这款车在外观上会和T-GO 8 Pro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至于哪一个美就看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了 来的内饰基本上它就和T-GO 8 Pro采用同一套设计 并且里面的配备也是大同小异 像是双联屏 氛围灯 电子排档杆 Sony音响等等 基本上都是我们熟悉的奇瑞那一套内饰方案 而在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搭载的是1.6升4缸TGDI引擎 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194hp 峰值扭力表现290Nm 另外Level 2级别的半自动驾驶辅助 也会是这款车的主打卖点之一 像是前方撞击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保持辅助 车侧盲点政策 SCC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功能预计 也可以在这款车上看到 随着原厂在我国开放兴趣注册 让对这款车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获得第一手的消息更新 因此相信这款车很快就会来到我国 而按照其类过往的记录来看 这款车大概率会在我国CKD本地组装 新车预计售价可能会落在马币14万起跳 GC它很快就会在本地开放预览 而实际发布日期可能会落在4月份左右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在期待这款车的呢 第三则新闻 Avatar Malaysia社媒账号上线 这家有着华为自驾技术加持的中国车企 很快就要来到大马了 近日就有网友发现到阿维塔的社媒账号 已经在几个主要社媒平台 比如Facebook和Instagram上线了 而这代表的就是这家中国车企 进入大马前的信号 或许大家对阿维塔不熟悉 甚至有些朋友没听过它 但是它们其实是长安汽车旗下的高端纯电品牌 通过与华为及宁德时代的合作 为它们提供成熟的智能驾驶技术及电池组 让到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及讨论度 目前阿维塔旗下的车款 包括了阿维塔11、阿维塔12及阿维塔011 其中阿维塔11和阿维塔12是它们的量产版车型 两者的定位分别是中大型SUV及中大型轿跑 而阿维塔011则是全球限量500辆的限量版车型 那阿维塔11和阿维塔12在中国的售价 从30万元人民币约马币197514左右起跳 而作为基本上从价格上就可以看出 它们主打的是中高端市场 最后不得不说今年可能会是中国汽车制造商大举宣布进军大马的一年了 除了已经缺人的MG和小鹏之外 现在连长安旗下的阿维塔也要来了 而根据可靠消息指出 阿维塔将会在5月于本地亮相 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第四则新闻千户万患使出来 新一代的MASTA6终于要来了 最近MASTA就被发现到在中国注册了全新的EZ6商标 而这款车或将成为MASTA6代替车型 根据消息指出这款车将会是MASTA和中国汽车制造商 长安合作开发的车型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阿维塔的那个长安 新车的开发代号为J90A J90AR-11V 也就是说它将兼容纯电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 据悉代号J90A的新车会采用旗下子品牌 长安深蓝SL03的平台打造 所以基本上这款车会是一款Sedan 但是根据中国媒体的消息指 J90A会是一款SUV 因此一切的详情要等待原厂的公布 如果我们参考深蓝SL03 这款车的纯电板将拥有最大马力215hp 峰值扭力320Nm 0-100只需6.9秒即可完成 采用纯后轮驱动设定 另外在CLTC测试之下的续航可以达到530km 至于在真程版本部分最大马力同样为215hp 峰值扭力320Nm 但是因为有一具1.5升内燃机的存在 因此没有续航焦虑 其在CLTC测试之下 存电续航可以达到200公里 融合内燃机之后可以连续行驶1200公里 那除了EZ6之外 其实Mazda也注册了EZ6D两款新车的商标 因此预计EZ6为四门轿车 EZ6D则是为SUV车型 虽然暂时还没有更多关于这两辆新车的细节 不过有消息指 马自达和长安合作的首款车 预计会在今年4月份举办的北京车展上全球首发 即使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详情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第五则新闻 越南特斯拉WinFast本月登陆泰国 而他们之前已经确认进军大马市场 因此或许今年内 我们有机会在本地看到他们的新车公开亮相 随着越南汽车制造商WinFast年初宣布 于印尼设驾生产右驾车型后 今日他们就宣布了参加今年的曼谷车展 并且也会在车展上宣布正式进军泰国市场 即使多款新车的右驾版 将在车展亮相 而这也是续两月份的印尼国际车展后 他们又驾车型第二次公开亮相 那早到今年1月份 原厂发言人就确认他们已经决定要进军大马市场 而随着他们相续登陆泰国及印尼 因此相信他们很快也会来到大马市场 并且早在去年坊间就有传闻WinFast 正和大马一家汽车代理经销商洽谈合作事宜 希望借由他们把旗下的车款引进我国贩售 只不过截然目前却没有更多进一步的消息传出 因此暂时还不知道合作计划是否有在继续 又或者是已经不了了之了 最后今年KL国际移动车展KL-IMS 将在时隔6年后再度复办 作为我国本土少有的汽车胜回之一 不知道即使WinFast会不会趁这个机会 来到我国和我们见面呢 以上就是本期的美洲360内容啦 那么最后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我是Elaine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拜拜 by bwd6